与警小心翼翼 埋伏在社区大楼内的水房据点 听见开门声立刻攻坚歹人 将嫌犯压制在地 这是位于桃园地区 以无信帮派分子为首的 诈欺转账洗钱水房 飞向过河来到了高雄 就是为了躲避警方查气 无信帮众成员 他本身是住在桃园 那因为他为了要躲避 我们在桃园警方的查气 所以刻意远至高雄来租 并且到处来换地点 规避查气 以烈火站码作为水房代号 嫌犯卸由假公安化物 机房拨打电话 跟大陆被害人 以涉嫌重大刑事洗钱案件 为由进行诈骗 再诱骗被害人将账户存款 汇到水房操作的大陆人头账户 或骗取被害人网银资料 由水房登入 将被害人存款转出等等方式 引力移转诈骗所得 估计超过8000万元 以竹联邦无姓帮仲为首的一个 电信诈骑的转照水房集团案 那本案呢 总共查获了11名犯前导案 并且搜索查扣行动电话 电脑主机 U盾 当入网卡 还有现金100亿万元 等相关的账任务 历经几个月侦查 警方先在高雄左营区 破获水房据点 总计发动三波 居提搜索行动 查起包括无姓嫌犯等等 11人到案 证讯后依诈欺 洗钱以及违反组织犯罪条例等等罪嫌 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放茂导